Hello 各位朋友 今天就是崇哥和崇嫂搬來B&B的日子 我們過往的51天都在B&B住得非常開心 所以我們決定幫這間B&B拍一個room tour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它在Airbnb上的評分高達4.98分 差不多接近是滿分的狀態 經過我們住了51天之後 我們都覺得這個評分是當之無愧的 因為我們即將會準備給這間B&B五星 事不宜遲 我們就來看看這間B&B4.98分 有什麼過人之處吧 Hi Hi, welcome 好,你好 首先打開門之後 我們看到這間B&B 就是有兩棟門的 我們先轉進來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很有深度的洗手間 有沐浴的設備 這裡還有一隻氣窗 你看到環境其實是非常之麒麗和乾淨的 它會有簡易 會有一些清潔用品 一些毛巾的提供 好,接著轉過來 我們其實都會看到剛剛入門口的右邊 有一塊鏡 也有其他清潔用品 烏斗 衣夾 地拖筒 等等 烏衣板 然後 相信這一棟門 就是進入我們的大門 好,進入到大門之後 一眼看到就是客廳 一個Living Room 這個Living Room 它用的是一個中央的暖氣 它會在這裡有得調温度 但是呢 就因為可能之前的租客 又錯誤操作了一個暖氣的裝置 令到之前壞過 所以這裡就有一個溫馨的提示 就是說 嗯,就盡量不要動了 我們之前去調温度 都有事先徵求了Airbnb業主的同意 我們看到這個Living Room 有這個電視 它其實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是配上有個Sky Sports Package 所以從過在這個51日的逗留期間 我是可以看到很多的英超足球 這邊有個書架 有一張很大的沙發 而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張椅 因為這張椅是坐得非常舒適 有時候吃完飯洗完碗 累累的就會坐在上面 嗯 小優便客一睡就睡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咦,這裡有條樓梯呢 我稍後就會再講這條樓梯 也很好 在這個廳裡面有一個角落 可以去辦公 從哥去上課 或者從事要做事的時候 都會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又有另一個Radiator 好,接著轉過來飯廳這邊 即是飯廳連一個Open Kitchen 有所有的你要用到的White Goose 有洗衣機 然後焗爐也是有 B&B的業主役 是準備了一個多用途的Multi Cooker給我們 那我們那時候來打火鍋 都是非常之正的 然後呢 所有的餐具啊 杯啊 碗啊 碟啊 一些茶啊 咖啡啊 調味料啊 這裡有個抽油煙機 還有各式各樣的玻璃杯 你喜歡喝啤酒 喝紅酒 喝果汁 喝奶呢 都是可以用到這些杯的 而且這個焗爐最有趣的地方 其實是明火的 它有分上下層 上層可以做一個Grill 下層呢 就是普通焗爐這樣去使用的 那真的 B&B的業主是非常之貼心 你會看到很多呢 我沒有想像過B&B會提供的東西 他們都會有提供到 那餐具也是非常之齊全 所以我們之前呢 有朋友過來一起吃飯呢 也是可以 不需要叫他們自備餐具的 那譬如一些的毛巾啊 他們也是有提供 而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好用的雪櫃 體積非常之大 那有垃圾桶呢 這個是比一般的垃圾的 而這一邊也有 擺放得很整齊的 回收垃圾桶 那包括就有 Mixed Recycling 即是膠啊 金屬啊 紫皮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而玻璃瓶呢 玻璃 就可以放在下面這格 那記住 英國的廢物 的垃圾呢 回收是要分門別類的 那跟著我們還有最喜歡用的 Toaster 就是 早上呢 如果要做麵包吃呢 就是用它了 那順帶講一講 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呢 是出現了在很多 B&B這裡的電器上面的 一個叫做 Morphe Riches Morphe Riches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 有個熱水煲 Kettle 其實都是這個牌子 正乎有其他的 一些廚具都是這個牌子的 我們覺得很好用 不含廣告 那另外呢 這邊也還有 一個微波爐 其他焗爐 需要用到的器具 甚至是 早餐 其實 B&B的業主 都說我們已經 準備好了 那你可能會問 那些鍋鍋鍋鍋鍋鍋 其實鍋鍋鍋鍋鍋呢 就在這裡 它會有鍋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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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 事前那時快,我們就上到角樓了 這裡是一個角樓來的 所以你看到天花板不是平整的 而是一個追體的形狀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好處就是暖氣容易集中在這裡 那不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你長得高一點,又不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就很容易撞頭了 那你會看到這裡有一個小氣窗 這個窗可以打開 我們也是很喜歡透過這個窗去看到 每一天起床之後 是什麼天氣呢? 是下雨、下雪、還是陽光萬里的呢? 那你會看到B&B的業主是每一次幫我們撿床 他都會很整齊地幫我們放一些cushion 枕頭、被子 而是摺得非常整齊的 所以我們都覺得B&B這個業主 很好的一個地方就是他本身是一個很整潔的人 他另外又有風筒提供 有鏡子 還有很貼心在床旁邊的兩個小桌 都會放了一瓶的水 還有一個杯子 是怕你晚上睡覺呢? 口渴就不用走樓梯下去拿水喝了 其實這邊也有另一張單人床 所以這個B&B是可以給三人 甚至乎如果有小朋友的話 住四個都是沒問題的 而這個床的後面就可以看到 剛剛我們看完廚房的部分了 至於這裡的窗外是什麼風景呢? 可以給大家看到是一個綠色的草地 綠色的草地其實是跟隔離業主共用的 業主是住在我們的隔離屋 所以他們是很容易支援的 我們有什麼需要呢? 馬上跟他們說 他們都可以拿過來的 你會看到這個草地 我還沒試過在這裡踢球 但是旁邊屋主兩隻狗狗都很喜歡出來玩 而這裡有一個Pizza Oven 就是上次松松哥哥和松嫂 跟業主一起在這裡 吃Pizza一起做Pizza的地方 吃Pizza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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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間B&B 拿到4.98分 絕對不是一個偶然 因為...